俄罗斯总统普钦目前正在为战事忙碌 可是这个时候却传出 他的绯闻情人卡巴耶娃怀孕了 例如普钦的态度怎么样 好普钦当然是气炸了 因为他现在忙着处理乌尔战争的一个状况都处理不完了 没有想到现在呢 他的神秘情人卡巴耶娃竟然莫名其妙怀孕了 我们看到这是每日新报报导 所有消息人士指出普钦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个根本不在计划当中 所以也很忧心说怀孕的消息 对昨天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仪式 恐怕会产生一连串不好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讲到普钦的神秘情人卡巴耶娃 现在人到底在哪边呢 恐怕已经去了欧洲国家了 我们就来看到有消息指出 在2月24号普钦发动战争之后呢 就把家人给安置到了瑞士 而且这里指的家人呢 也包括了普钦的神秘情人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卡巴耶娃 那因此卡巴耶娃也怕说 会引发一些舆论的撒伐 还有一些制裁 所以呢在4月份 他出席莫斯科青少年艺术体操节的时候 还提前返国 我们就来看到法新社还报道说 卡巴耶娃是普钦的财产受益者 而且两个人的关系相当的密切 所以现在也被欧盟列为制裁的对象 没有想到现在卡巴耶娃莫名其妙怀孕了 真的是让普钦非常生气 例如不知道你就记得之前 被俄军屠杀的布查小镇 说他们最近用惊人的速度在复原当中吗 好的确是很惊人的速度 因为呢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我们也来统整一下 到底现在哪些地方还持续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的轰炸跟空袭 包括像是布查 基辅还有法斯蒂夫已经南部的奥德萨 我们就来看到在乌中地区的法斯蒂夫 四月底的时候俄军空袭击中了变电锁 目的是要瘫痪铁路断了乌克兰的后援 但是并没有成功 而乌克兰的铁路公司的执行长就说 现在俄军从未击中任何的军用火库 而且他也说开战以来呢 已经配送了14万吨的粮食 虽然现在呢有一些员工丧命也有很多人受伤 但是他说呢23万人依旧是坚守岗位 那刚刚采燕提到的这个布查小镇呢 恢复速度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我们来看到布查小镇呢 其实被俄军占领一个月哦 现在呢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不过呢经过了一个月 现在市场重新的营业 而且被炸出的坑洞也填平了 另外火车也恢复了运行 短短在一个月之内就恢复了生机 好所以看出来哦 这个乌克兰人民团结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虽然说俄罗斯在外交方面是四面楚歌 但是他还是有盟友的 像是中国跟印度就没有谴责俄罗斯 例如是不是还低价买进他们的石油呢 好没错跟采燕说的一样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跟印度 跟西方国家态度似乎截然不同 做法也非常的相反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中国大陆啦还有俄罗斯 印度这三个国家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暧昧 就跟刚刚采燕提到的一样 我不甩国际制裁 中国大陆跟印度呢是大量 买低价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我们就透过一些数据来看端倪 而且这是很大的一个端倪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说 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今年四月的时候 进口俄罗斯的这个进口总额呢 竟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七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相当的惊人 不过出口的部分则是小幅的往下掉了百分之七点七 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之外 当然就是印度了 印度的两间的石油公司 其实呢最近也是趁着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大量买进了俄罗斯的石油 而且现在还有消息指出 说未来如果价格再往下跌的话 他们可能会买入更多的俄罗斯石油 好所以看出来 其实中国大陆跟印度 虽然表面上没有直接表态挺俄罗斯 但看起来三国的关系是相当的暧昧 那以上就是这个乌尔战争最新的分析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